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于美术学院这个期望的这个落差 我突然想觉得 就觉得这个跟你们以前的时候 就没有会受到这个家长的期待 我觉得还是环境问题 西方也很少有这个问题 西方可能是他的传统 但我们有个环境问题 比如说以我这一代人为例 我跟我姐姐都不一样 我姐姐是在文革前读小学的 读中学的 那么我知道父母对他是有心 在广州考不上华副考广雅 考不上广雅考直信 实在不行了 那个时候我住在上面 那么至少考意外区最好的中学 叫广州区第一中学 是吧 差一点就至少到别的中学 这哪有任何要求 但大学可能没这么管 读什么专业啊 那个大学没到就文革 文革就没得管能够活着就很好了 能够再成那个时候最大的理想不是读大学 最大的理想是如果人家农村当自信就回城 如果回城的话就要在一个稳定的国营工厂当工人 拿一份稳定的薪水啊 是吧 所以对学生的期待应该是我们这一代的 或者我姐姐他们结婚以后生了孩子 至于自己的空缺 当你们这代人有了正常的小学正常的中学 有了高考 以后就有了名校的竞争 而且还是独生之女 而且是独生之女 全副精力放在孩子身上 把我们的孩子批养成什么样子呢 批养成这样一个人 过着依赖身手犯赖张口 读书读书读书 考试考试考试 贴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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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校名校名校的奇怪 是吧 基本上非常重要 因为所有的经济力 所有家里的经济资源都集中在孩子身上 不愁吃不愁穿 就发愁力不好读书 就是从小就读书读书读书 然后把我小时候所形成的读书的概念彻底给干掉了 对我来讲读书是好玩的 我到今天为止 我都认为一个人最重要的是好奇 对 读书就是满足好奇心 所以我读书很杂 我为什么不能成为一个很有效的某一领域的专家呢 就因为我读书很杂 不会吧 你读书啥 真的 一直按照好奇心来读书 我都不相信 然后在这种高考教育读书的状况下我才明白 现在读书就是做家庭 就是做课堂作业 读书就是听老师讲课 读书就是考高分 可能很烦了 因为我是最烦对课堂教学 课堂处 分数就是一切 对分数就是一切 那么读书就被崩溃掉了 是吧 那么严格来说 我们这一代成人以后 结婚以后 中国进入独身治理家庭以后 对孩子有一种期望 这个期望就在于你能不能够 好像 我之前不知道听哪里说 其实台湾香港也是一样 也不是说大陆就是这样 这个问题如果再蔓延了 就涉及到亚洲传统 涉及到亚洲传统 这中国这个问题很严重中国的心理 但是如果从亚洲和西方人相比 亚洲传统的确是有一个 让小孩从小学会某种竞争的态势 有某种强加性 因为亚洲社会 其实包括日本好 韩国好 台湾好 对 它都是一个大的亚洲概念的社会 都有这个高考文化 它从历史传统来讲 都是个服从国 服从文化和考试文化 我记得我刚来温哥华的时候 我儿子那个时候11岁 然后来这里就度小学 有一个事情对我非常有深刻的刺激 我的孩子去了小学读书 第二天 晚了回来 我说今天你在学校 感觉怎么样 你的座位定了吗 这是座位的思统 其实我的儿子告诉我 没有座位 我说没有座位 什么意思啊 没有座位安排你的学校像话吗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 爸你不知道 没有座位的意思就是你随便做 我今天在班里面看着很好奇 一个学生喜欢坐在老师的屁股后面 看到老师的背 另外呢 另外一学生把坐着放到门口 老师讲老师的 他吃他的零食 还可以吃零食 我说那你 让我说是温哥华的工业小学 我说那你坐在哪里 我也不知道我随便拿过坐 你坐在哪里 我不相信 我说这不那么可能 第二天我就跟他到学校去 一到学校一看果然 对我来讲是个重大打击 因为我从小就认为 读书就是没一个输出 我在小学 然后还是排好一行 即使是文革 那个时候那么混乱 我读小学 我还是跟男女啊 我旁边是个女同学 我们这样做 老师我要发言 现在的温哥华长大的孩子会这个吗 肯定不会的 然后我才发现 哦 西方是另外一种 西方真的是另外一种 这个问题是另外一个话题 以后有兴趣我们还要谈一谈 我这个这方面我很有体会 西方西方教育适合中国人 但是这对我是个打击 这对我是个打击 其实严格来讲都是 还是看你小时候的那一场 我儿子就很适合 他就有办法 加大化 教育塑造人 我被塑造是因为我的中小学在中国 你被塑造是因为在广州 对不对 对对 肯定肯定没问题 肯定是这样的 但是为什么亚洲和西方的确有这样一个区别 是亚洲人喜欢 喜欢服从 嗯 喜欢服从的一个前提就是 喜欢被安排 嗯 因为孩子多动 孩子不读书怎么办 为了使他学会专心 为了使他不多动 必须占了他的所有时间 嗯 那是安排 嗯 你们不觉得在广州班 对 什么兴趣班全排吗 那些那些所有的尽头班都是中国家长带的孩子去花 对对对对对对 而且我看到一些 很多很多西人都 现在多了中国的这些朋友吗 同学吗 他们都会觉得 哇 华人或者亚 自己自己也跑去画画自己有画就好了 为什么要去办我们 我们的家长一带小孩来问个话移民一听说下午三点钟放学没事啊 他们慌掉 惊慌失措 当然这里面西方教育是另外一个问题的 西方中小学教育我们要讨论到公立学校和实行私立学校的距离感 考虑到阶层的区别 对对对对 因为西方是个非常分阶层的生活 对对对对 贵族阶层中产阶层或者某一个圈子 其实更强烈 嗯 它的圈子感更强烈 对对对对 它的圈子里边所出来的学生的数字 彼此就是不一样 嗯 甚至无论阶级对立 哈哈 在华人就不是 华人就无论怎么阶级他都 无论什么阶级 这个叫同志 同志所说的叫做有教无类 这个中国的优良传统 那也是中国的 你这样解读的有教无类 有教无类就是有钱没钱都要 孩子要读书把乐世界穿不上盘 反正学生不能闲 闲的就是最弄 而且在中国你们不觉得 中国的中小学教育最不重视的体育 因为体育没用 嗯 除非你通过体育读明像 不是啊现在体育有用啊 体育就很赚钱了 赚钱了 那是另外一个概念 赚钱了 赚钱了 就是说所以呢 如果放大一点就是亚洲社会 那么我们再讨论一个 真的是不同的传统 嗯 亚洲的传统就是一个服从 嗯 因为亚洲有很多半小的 如果这样说 如果这样说 本身艺术就是要思想 自由开放 对 我们所说的这种发散性思维 那亚洲人是这样子 服从着思想 那那亚洲人不就没这么 适合读艺术 会不会有这样的 不能这样说 只能这样说 在工业化蔓延全球的时候 啊 西方艺术观念和西方艺术教学 对亚洲的冲击越来越超过亚洲 对西方的冲击 嗯 是不是 对对对 虽然我们讨论19世纪末的西方艺术的时候 讨讨法国艺术的时候 我们首先发现 法国人很喜欢佛事会 嗯 那是一个契机 嗯 他们在佛事会会看到平面性的 啊 重要性 他们凡是他们那个三度空间 啊 他们那个深度 照染融化 他们要寻找新面 寻找一次性画法的爽 出路 爽快 佛事会提供自己 嗯 那么为什么是佛事会 不是中国艺术提供这个智慧呢 怎么办呢 日本最早偷呀 罗 日本最早跟西方混在一起 对 中国是个被打的国家 被欺负的国家 闭关 被被 中国自己闭关锁国啊 等到中国艺术慢慢出去以后 其实有一批汉剧家 或者有一批西方的艺术上的一些 敏感人物 他们很快就发现 哦 原来日本艺术的根源是什么 啊 对不对 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就是说 而且好像后面 毕加索也 为他的这个乱画 对 找到他的这个根基 就是毛笔 毛笔根基 七百十 其实都是表面的 就是说 总体上还是西方艺术家 对 那么 为什么说整个20世纪的 现代艺术教育的根源 就在于八号师 也就是说我们如果了解西方艺术体制 教育体制的形成 我们首先要了解八号师 嗯 嗯 我们要了解八号师 我们就要了解 比八号师之前的 那个 德国的工业设计运动 嗯 叫做德国政府办的 叫做设计联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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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